哈囉大家好這次的話來玩這款遊戲 觀眾主店人情故事 那這是第四部的作品喔 正片以外有準備付費的追加劇情 好啦如果你覺得 這個遊戲給你的感受很好的話 你倒是可以考慮付費啦 畢竟已經出到第四部了 出現新的客人了 這是公送你強人喔 鐵良子 老公很軟弱 我們大概記一下重點就好了 那他有什麼故事呢 還沒有 又一個不高興的少女 本人自稱二十歲 應該是十幾歲的小女子吧 補充 又來一個繪本作家 產生抱怨 等一下 我們先不要看廣告好了 我的肚子好餓喔 她們都那麼冷喔 欸 那位小姐走了啊 主要就等於是 了解每一個人的心理故事喔 還可以拍照耶 上班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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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班族 不過我現在才六十塊而已 至少要到五百喔 那位小姐要來了 你強人鐵良子 結過婚 軟弱的老公 剛剛是不是應該多看一些廣告 剛剛是不是應該多看一些廣告 我已經不一樣了 那我現在是有三百三十塊喔 弄到五百的話 就可以進新貨了 然後感覺應該差不多有客人要走了 出現新的抱怨 剛剛那位小姐好像在抱怨 紅色的框框喔 賣入四十歲 啊走了 來進 可以進貨了吧 我們進哪一個 油豆腐好了 啊 油豆腐 這樣子應該有新的客人進上門吧 我目前應該是有十八樣菜色的樣子 十八道 關東煮 這位戲劇作家一直來耶 好 黃色框框 新的抱怨 然後這應該是被 新商品吸引過來的 這是開場 名人 這其實是慢慢會了解到 每一位角色他背後 的故事啊 算是輕鬆小品啦 就是 假日的時候可以拿來玩一玩 有框框就把它點掉就行了 剩下就是累積 你的收入 好這邊就介紹關東煮啊 整體大概是這樣喔 相當容易上手 那畢竟 已經是第四部作品 如果你覺得 這些很合你胃口的話 你就可以 付費去購買他的續作 好吧 遊戲就算到這邊囉 因為 其實內容大概是這樣 接下來都是 慢慢體驗劇情啦 大家掰掰